大家好 先帶大家關心社會消息 人在說白無尚尊散 幾歲在人家 今年十月 台中一個小孩的女婦 另外阿姊和姬夫 本是住在祖公仔細不公平 出三萬塊 救兩個人 去到阿姊家裡來抓人 在姬夫的腳趁背 住三年代圓桌 還在爬椅子 和阿姊的頭 吹阿姊的阿嬤棍 台中的檢視和主險 還有共犯起訴 另外還有一個未少年 以上少年法定 六十四歲小孩的閃閃 在安全部都掛水暗 讓警察帶出來 送去警察車 因為就加算 把阿姊還有幾乎百起來打 事情發生在今年十月底 那人從小孩的男人 跟小孩的男人 還有小孩的年輕人 從沒來到阿姊引導攤伴 相同玩得很厲害 結果小弟就跟他帶來的人 就會用大寶把阿姊和幾乎年起來 又用養子和阿姊不走 想要捆綁他姊姊 但是他姊姊有盡力拉扯 那在拉扯間 被告他蒙面的布有拉下來 發現是他弟弟 我們認為就是 他弟弟就因此而門生殺人的犯意 六十八歲幾乎都手刺到胸 腳踏破的弘煮三支車 阿姊的頭比較破氣 鐵二十多點 雖然兩個人都沒什麼的危險 不過經過調查發現 幾乎弘煮的那三支車是代煙鎖 你起人的身體裡面 可能會造成被刺激 被護翻車 鞋子機機機 想要討論地感 中方 嚴重的會讓人沒命 他跟他姊姊長期以來 就是對於那個家產分配 認為他姊姊跟姊夫在這部分是 就是可能分配的不公平 對於他該得的沒有得到 所以他就長期以來 就是對他姊姊就是有怨恨 深渴這兩鄉就是因為 娜家在太平有三棟少年的頭天室 大後都超過超千萬 媽媽過年過新 蝶仔生時就把威嬸分好了 不過陷阮為著本威嬸的問題 找阿姊完過幾次 完到這裡變成完熟人 生日的男人跟生日的男人 讓岸太陽未水 當上海未水才的最起訴 生日的年輕人 也讓以上年輕人發定心理 記者綜合不到